真言第四章 众子啊 要听护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 示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护亲面前 微笑子 在母亲眼中 为独一的娇儿 护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纯迹 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深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华官 夹在你头上 把荣冕 交给你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益寿 我以此叫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 脚步 必不致狭窄 你奔跑 也不致跌倒 要辞定训悔 不可放松 必当警守 因为 他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 他们以兼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二人的道 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 因什么跌倒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纯迹在你心中 因为 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 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 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 斜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 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 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 离开邪恶 他也会有关系 都不可能 对 感觉 我